知道他的性別的話 你知道身分字號第幾碼呢 第2碼對不對 是他的性別 所以你的身分字號 假如是1的話一定是男 如果是2的話是女 那我要怎麼做呢 這邊的話可能就是透過一個叫MID 叫MID函數 去取到這個文字裡面的中間算起哪一個字 取幾個字 他會幫你把這個字抓過來之後 再利用邏輯判斷 判斷出來就知道是男女 你如果不會這些方法 你只能塗髮鏈鋼那不得了了 你可能每天都 用眼睛看 看真的是太傷腦 眼力也傷腦力 所以基本上這些事情 就要交給那個 就是 Esser幫我們完成 那再來的話就是說 如果我希望稱呼 他的姓氏 姓什麼 然後性別 如果是男生就先生 反之就是女士的話 那怎麼做 所以接下來當然後面請各位 待會有時間的話試一下 這邊 比如說我性別部是否正確 那這當然接下來就是先在這邊的增加一個欄位 也許叫是否正確 假設 那當然你10個字是正確吧 那不過你不是做塗髮鏈鋼慢慢自己在那邊試 否否試 如果資料一多的話 你們每天在那邊試否否試就好了 所以怎麼辦呢 邏輯判斷 所以接下來 Esser裡面呢 還可以幫我們做一些什麼事 就是幫你自動判斷 那自動判斷的話呢 它的類別 函數類別不在文字 因為它不是文字 它是邏輯 所以接下來的話 如果你要是否正確 可能要找到邏輯 從文字裡面切到邏輯 邏輯裡面的if if按確定之後的話 他會問你幾個問題 123 三個問題 確定之後的話 第一個問題 他問你說 Logic text 意思說你那個 邏輯要告訴我一下 你到底要判斷什麼東西 我要判斷 我前面這個長度 他是不是等於10個字 所以 這個前面的東西 是不是等於10個字 那如果是 是的話呢 他就會是True True的話就是 是對的 那如果說呢 假設這邊是11的話 他這邊回來會是false 那如果說呢 這根如果為True的時候呢 他就會執行 這邊的一個結果 就把這個輸出 如果他不是的話呢 他就會執行下面這個 所以True就走這邊 Force就走下面這邊 OK 如果等於 如果等於True的話呢 那我們就輸出 一個字 叫是否 是 反之的話呢 那就是否 OK 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讓他 幫我判斷 4就是10個字 就是 不是10個字 就是否 按確定之後的話 你會發現 向下填滿 答案會不會馬上出來 放開 有沒有 自動幫你判斷 為什麼 因為向下填滿的時候 C3的3會變成4 就抓前面這個 4變5 變6 OK 那就分別幫你把 事情一下子可以解決掉 OK 所以特別注意喔 這個邏輯判斷 假如你將來未來不熟的話 那 很多 這個問題蠻大 因為 每天光去用眼睛判斷 看你永遠的事情就做不完 所以 其實在職場上面看蠻多 真的就是說 如果你會這些方法 真的他工作就很愜意 每天就是 真的 就可以做自己 事情嘛 反正做完了嘛 老闆 當然你也不要太誇張 那你就可以多出時間 多出時間幹嘛 你可以再繼續充實啊 你可以把你的技能再提升 但是其實我看到很多人是 他本來就不會 那不會怎麼辦呢 他就一直 加班不斷的在 花時間啦 那這樣子當然惡性循環啦 所以最後的話 老闆怎麼可能會給那個沒有效率的人加薪 所以沒有加薪 他當然薪水越來越低啊 就會開始 心理 覺得不平衡 為什麼別人有 為什麼沒有 OK 那實際上是 我是覺得 主要原因應該是 人家都會嘛 你會發現職場上面 有的人真的每天很愜意 每天就是 好像 很輕鬆 一派輕鬆 可是事情還是做完了 而且呢 該請假 該出去玩的時候 也就出去玩 為什麼他可以 這麼 一般是說 這麼爽 前提當然就是說 人家都會了 所以 以後如果你要在工作上面有好表現 你這些東西 一定要比別人更熟 這是 其實我以前就非常體認這一點 所以呢 我覺得我願意花投資時間在這上面 因為他投資報酬率實在太高了 你說文學性東西 其實你可以想像這是內在涵養 OK你能夠讓自己氣質提升 人文素養提升 但是說 工作效率有沒有辦法提升 其實那是沒有關聯性的 OK 所以呢這個地方請各位待會試一下 是否 再來的話就練習那個性別部分 這個完之後的話有Labs 剛剛講稱呼部分 其他 沒講到的請自行練習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那我們也 先 下課休息一下 待會如果說你有到的話請各位到那個 我的那個部落格上面簽個到吧 反正記得就是說 如果我沒點名你就自己簽 簽個到 如果你 你大概 OK那請各位多練習這部分 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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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